在动物的世界中呢 雄性动物为了得到雌性 会努力地抢夺食物和地盘 比起得到雌性更多的青睐 可惜呀 这些都是有期限的 因为我们的筹备营做了很久很久 给他一个主观看见蟑螂就躺着了 做了很多东西 基本上是非常顺利的 看上去是两个女人的故事 其实包括了婚姻 包括了朋友 包括了一点点的社会的问题 造型我都还很喜欢的 不管是化妆还是造型还是场景 道具都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我每个造型都特别酷 我觉得都很帅气 造型老师非常有才华 在造型这方面其实给我加分很多 那我就不想通了 拿给你 在我半场之后 在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时候 我仿佛就不是我自己 是看到这个局 有一场戏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我很空水 对我是空水的 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溺过水 所以就是我还挺担心这个 如果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难克服这种心理的障碍的 但是他做到了 我们也很好地完成的这场戏 双镜我觉得是一部节奏非常快 然后一定会非常吸引你看下去的一部剧 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本真的特别好 有踏岸 然后有熊杀 然后有悬疑在里面 然后有悬疑在里面 慢慢队 一几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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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抱 双镜这个戏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一部民国戏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么长时间来的努力 希望观众去看吧 一定要看武汉会后悔